中邻村,老农民 我们最欢迎的就是您家的老农民 好的 老大爷,谢谢蔡老师 腾哥老师 今天我在这里能够见到你们 我非常的高兴 我也很高兴 老大爷 大爷,我们得自我介绍一下 我跟我的搭档是晚辈 我们俩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叫 凤凰传奇 他在电视上看过 凤凰传奇 谢谢 谢谢您看过我们 看过 那就好 真棒 下面有请我的老师 给我叛奏 哦 您还有老话 老爷子 太棒了 请开始您的表演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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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緣化粗 想也想不及他 所有心才懂得 有他人的不法 啊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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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一朵玫瑰花 何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 玫瑰花 雾瑰花 何一朵玫瑰花 何一朵玫瑰花 二朵玫瑰花 把手沾沾 啊 啊 唱的真好啊 我觉得表演的更好 你不觉得表演的还好吗 我觉得跳的太棒了 谢谢 大爷的那个茉莉花 都是用自己表演出来的 你没看到吗 对呀 真的 蔡哥你给我表演一个来 好一段茉莉花 你看 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是 就是花 鲜花调一定要这样 还是您自己编的 我还是新花调的传人 或者我的老师 都是新花调的传传人 难怪74岁还有这么亮堂的嗓子 我们做音乐的人 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这简单的普及一下 这个鲜花调啊实在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在世界上 中国目前为止有两首歌是享誉世界的 第一首就是我们的国歌 第二首就是茉莉花 而茉莉花怎么来的 就是从我们的鲜花调的曲调当中 是的 吸取了元素 有了茉莉花 大家知道了吧 家乡的呗 我们还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们邵老师的一个特点 哦 他的什么特点呢 他的身体非常不好 他有心脏病 看不出来 他还有胃溃疡 都看不出没有 但是他一唱起了 我一唱起了 什么病都没有了 我一唱起了 高兴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哦 太好了 在您的歌声里啊 我们听到了快乐 听到了美好 听到了您对这种传统的地方 民歌的这种意识 那种热爱 所以我们四位的决定是 祝你留下 啊啦 啊 哎 都玫瑰花 哎 都玫瑰花 玫瑰花线 红莺芒开打 左右起 云彩古大 有个花线 把手押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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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啦 得真好啊 啊 我觉得表演得更好 你不觉得表演得还好吗 我觉得跳得太棒了 谢谢 大爷呢那个茉莉花都是用自己表演出来的 你没看到吗 对呀 真的 蔡哥你给我表演一个来 好一段 茉莉花 你看 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是 就是花 鲜花调一定要这样 你自己编的 我还是新花调的传人 或者我的老师 都是新花调的传传人 哦 难怪74岁 还有这么亮堂的嗓子 我们做音乐的人 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这简单的普及一下 这个鲜花调啊 实在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在世界上 中国目前为止 有两首歌是享誉世界的 第一首就是我们的国歌 第二首就是茉莉花 而茉莉花怎么来的 就是从我们的鲜花调的曲调当中 吸取了元素 有了茉莉花 大家知道了吧 大家知道了吧 我们还要重点介绍 我们邵老师的一个特点 哦 他的什么特点呢 他的身体非常不好 他有心脏病 看不出来 他还有胃溃疡 都看不出没有 但是他一唱起 我一唱起 什么病都没有了 我一唱起 高兴 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哦 太好了 在您的歌声里啊 我们听到了快乐 听到了美好 听到了您对这种传统的地方 明哥的这种意识的这种热爱 所以我们四位的决定是 看过 哦 谢谢大爷 凤凰传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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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还看过我们 看过 哎 那就好 好的 真棒 下面 有请我的老师给我伴奏 嘿哟 哦 您还有老师 老爷子 太棒了 请开始您的表演 谢谢 耶 咋 咋 咋 あ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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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发愁 想也想不过他 没有心才懂得 用他愿意不乏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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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梅花 没梅花 且 紅阳芒可大 要是 给禅才懂得 用他愿意不乏 把手 张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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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真好啊 我觉得表演得更好 你不觉得表演得还好吗 我觉得跳得太棒了 大爷的那个茉莉花 都是用自己表演出来的 你没看到吗 对呀 真的 蔡哥你给我表演一个来 好一段 茉莉花 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是 就是花 茉莉花调不一定要这样 还是您自己编的 我还是新花调的传人 或者舞力老师 都是新花调的传传人 难怪74岁 还有这么亮堂的嗓子